驚險直擊 國道一號有貨櫃車不明於失控 先後撞上了內線車道的兩部車 接著中線車道的槽車也煞車不及追撞 而肇事瞬間的驚險畫面也曝光 槽車駕駛好多難行駛 但下一秒外側一輛貨櫃車忽然高速切進來 沿路失控貨櫃車連接兩個車道猛力撞擊 內線休旅車跟轎車 而槽車駕駛也閃避不及 從另一個角度看 貨櫃車高速失控後就往內線車道衝 之前其中一輛被撞轎車 再被中線槽車撞擊 事故瞬間沉煙四起 警銷貨報抵達也展開救援 駕駛一名已經脫困 事發在12號早上國道一號南下台南麻豆路段 當時貨櫃車不明原因失控 先後撞上兩部車輛 接著中線車道的槽車在刹車不及追撞 而這起事故導致三人受傷 各車駕駛九車值均為零 只是這起車禍也一度造成國道大塞車 好在警方迅速排除 而另外在屏東則傳出肇事逃逸事故 女子騎車行駛 疑似天羽陸滑自摔倒地 後方機車騎士殺車不及 不慎衝撞上去 之前肇事騎士看似上前摻脯 但不久後她竟趁襯襲逃逸 事發在8號早上屏東市河生路 神姓女子騎車自摔 後方機車追撞 導致她脊椎受傷 而肇事騎士落跑 警方也要追氣 已鎖定特定車牌 惡劣騎士肇事還逃逸 警方以車追人 就要還女子一個公道 接著中文報導 小指示施